- 各位好,那我想開始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中文叫楊秀偉,那你們可以叫做Dio我就好了 我現在是想要準備出國年那個CS semester 所以就工作治療到那個中研院去就是做一些研究這樣子 那我的老師是王川路老師在中研院症狀中心 然後還有就是政大的那個參與工教授 那我們研究室其實主要是做那個財務跟這個NLP的結合 所以那我這邊自己的背光其實比較偏NLP 所以裡面就做一些就是文字的Embading 然後還有像自己有興趣就是Dialog Systems 那這些其實跟Information Retrieve都蠻關係的 就是有再延伸做到像推薦系統這一類的東西 那去年還蠻幸運的就是目前有兩篇發表 在Top Conference上面的作品這樣子 那都是跟Graph Embading比較有關係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方面有興趣 就是可以聊一聊 那以前我自己是在那個業界做社群資料分析師 就是去把那個什麼PTT啦 或是各個那個Facebook Social Media Data 就是撈下來嘛 然後做一些那個NLP的監控啊 看看有沒有哪一些品牌被說壞話啊 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給一些品牌的建議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想要推薦一下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弄的一個 就是本事團這樣子 他叫那個Running by Hacking 這次你們弄到 對對對 不再用 這很棒 很棒 我們就是會在 就幾個朋友會 常常看paper 然後覺得這個很新的paper看起來蠻有意思的 那我們會寫一點點的那個extrait 然後把這東西分享上來 對那 最上面那個帥哥有 有有有 這個吧 發薪水給你們發薪水 有有有有發薪水給我們 有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營利團體嗎還是怎樣 沒有 但是他算是武力吧 木克斯那個 木克斯 對對對 我一直搞不清楚木克斯跟這邊的關係是 就是他算贊助我們這一個社群啦 這個本事業這樣子 ok 然後最近好像大家比較不知道木克斯 然後比較知道我們這個社群這樣子 就是 對那如果大家喜歡看一些新的paper的話 可以就是去去加這個群這樣 有 好 那 現在我覺得我開始了 今天的章節 那今天的章節是這個Multi-Step Boost Trapping 那 就是 其實這一章節應該是數學還蠻多的 所以等一下可能 嗯 我自己覺得有點辛苦啦 然後如果不順暢就是還請大家包涵這樣子 好 那 這一開始可能我看到這個章節名稱就會好奇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命名嘛 就是Multi-Step Boost Trapping 那對 Boost Trapping這個Term 嗯 感覺就是從樣本裡面做了估計 然後去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 所以我就去查在林博士們的領域上他其實想要談的是說 嗯 後來我們再做這個Q-Learning 我們其實是從原本的Estimate裡面呢 在拿來去做後面Estimate的估計 所以他這個是他可能用Boost Trapping這個Term的一個用意 那再來是這個Multi-Step Multi-Step 所以我們上個月的時候是講就是One Step的TD Learning 那其實這個更新呢 他會說也許這邊講說一個Significant或是Recognizable的State 他Change的時候我們再來更新這個整個評估會不會更好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不要那麼急著一步就更新了 可以多幾步 那今天整個內容其實就是應該圍繞在這四個model上面 那這個就是Multi-Step的Salsa 那這個是以四個Step為例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走了四個Step之後 把所有的Reward採集起來 採一次Update 一開始的那個State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展開 Generalize 好比說我們上個禮代也有聽到那個Expected的Salsa 那他就是在最結尾的那一個估計的時候 是採用這個Expectation的方式 所以會把所有的Action就是做成一個期望值 那如果說這個概念可以再把它擴展到每一步的時候 就會像這樣子一個Tree 那我們就在好像每一步都用Expectation的方法 來去Profit回去一開始那個State的估計 那再來就是這個所以就你可能可以設想 設計一個像開關的東西 這邊有一個叫QSigma的演算法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Sigma的值決定 你這時候有多少的是要用這個Sample 有多少是要用Expectation這樣子 然後混合起來 好 那這個N-Step的TD就是我們可以把它想像的 就是在一個One-Step的TD到無窮Step之間的一個 就是in-between的一種方式 那無窮Step其實就是我們的那個Multicolor的return 我們就全部採樣採到最後 那如果在中間就停 我們可以從一步來看這個就是上個月的時候的One-Step 那Two-Step其實就是中間我們再多加一個reward進來 所以這個N-Step就會加到第N-Step的reward回來 那後面才T加N的State才使用無窮的方式 好 所以我們這個就可以重新改成我們這個target 來去算error來update 大概上就是這樣子 對 這邊應該都還好吧 好 OK 所以這個就可能有些好處就是說 如果一個Pass它這樣子走完 那我們會知道如果One-Step的update的話 因為在最後這邊才拿到那個reward 那我們會只有update上一個step它的估計 那這時候如果你可以用這個10-Step來講好了 它走完之後它會把前面10步的都把它update 那就在學習的時候可能會更efficient 你可能只要一個episode就可以有比較多的這個新的估計這樣子 好 那也不算吧 就是說 一開始 從一開始講就是這邊是initialization嘛 然後再來我們決定了我們的lending rate 然後決定我們這個n-step的n這個步數 那再來就是把這邊 這邊我先跳過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這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就是去玩一個episode 這episode會裡面走t步 那這個t步的回圈呢 一開始就是從我們初始的state去做個action嘛 那去採集下一個reward 下一個state 那如果這個是terminal state的話 那它就是會停掉這樣子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會去update就是這個n步以前的那一個state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要update哪一個state它的一個time的index 所以是n步以前 那這個n步以前我們就是會把 這n步我們採集到的reward把它雷加起來 雷加起來之後 然後下一步再把這個t加n步state的估計再加上去 OK 加上去之後 就算這個td arrow去做update learning這樣子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邊都還蠻簡單的 OK 不好意思 我穿的有點多都可以 好 那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告訴我這樣 好 那它這個exercise也就有提到說 其實那個nstep的arrow啊 它會是每一個10點這個td arrow的一個總和 那所以它會希望你去推到看看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嗯 應該 我不確定有沒有錯 就是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它td arrow都用這個beta來去做notation 那再來我們這個arrow其實就是我們的target 減掉我們一開始初始的估計嘛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target我們可以把它展開 就是就是它的recursive的form 所以我們加了一個rt加1進來 那這邊就可能要補一下 就是我們原本要兜那個t期的td arrow的時候 要有一個t加1st加1stat的估計 然後再來乘上它的一個discount factor 那這個加上去後就要補一下減掉 那這三項我們可以看到就會是 藍色真的一樣就是一個t加1期的那個td arrow 那後面這個地方γ提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又變成我們一開始這個g-b的form 那所以這就變成一個recursive的狀況 那這個recursive就是快速大概就可以一直展開展開 展開到最後它就會變成一個discount的這個td arrow的累加這樣子 所以大概上是這樣子做的 在做那個後面一些演算法的時候 可能你用這樣子的觀點去實作會比較方便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有提到一個error reduction的property 那這個證明它沒有寫出來 不過可能就是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說 你用比較多step的時候 這個max的error就是它算是worst case 就是最大的error 那它會小於等於就是你原本這種 它的worst case去乘上你γ的n次方 所以如果你用越多step的這個g-n次方就會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你的那個worst case就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這樣 那就它有做一些實驗讓我們看那個n這個數值的tuning 那可以看到這邊它是用上個月也有提到的那個case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mvp 但它這邊有稍微改一下就是它是19個state 因為我們要做nvp啦 這個可能太小了 那如果變成19個這麼長的話 它就在裡面去看n應該tuning到多少會是最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看起來是4 就是是這邊error最小的 所以它想要表達就是說 這多一個tuning的參數我們挑在中間的部分 就是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 結果 那它裡面還有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原本我們這個mvp 對不起我剛剛沒有講完就是說 mvp這邊是1拿到reward1嘛 但是這邊是0 那如果我左邊這邊它拿到reward是-1 就是-1的話 那這個會不會有影響選這個n的那個結果 然後這個是我去網路上找到有人實作了這一個作業 那把它的那個code跑出來就會看到 看起來最好的還是這一條 那這一條綠色的 好像這條綠色的就是n等於4 然後我知覺感覺這個應該是不會有差別啦 因為它就是兩個spectrum的兩端嘛 所以0變-1好像應該是不會有差 好 那實驗結果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問題在這個19 step這個case 為什麼在n等於4它的結果 這個有辦法證明嗎 或是有一個可以理解的直覺的想法 我覺得 因為它既不是mini也不是mean 對 還是就是要實驗每個都跑 看看誰最好 我自己是覺得要實驗欸 因為它是直覺可能會覺得是mean啦 對啊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也是覺得 好像這個沒有 雖然是一個很simple的case 但好像是實驗做出來的 就是這樣 會這樣問說 如果這個optima的case這個n值 是tri-a error出來的 那實際要應用這樣的技術的時候 那個commutation是非常intensive 因為你要整個少一點嘛 因為你只要等一跟最大可能都不好 但中間到底哪個比較好 對 你完全沒有一個 我了解 對 所以 特別實際上它應用上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對 我好像沒有看到它有特別討論這個 對 對 我不會 有這樣這一段有心得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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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嗯 嗯 好 好 剛剛是用ove 就是對價值的平幕來彈嘛 然後現在就是可以.. 我們回到燒灑 就是用Q來彈 那就會把action代在進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就推廣 就是知道後面這一項會變成是Q和2 那這個update就是我們就generalize進來 那如果是expected salsa 那我們記得最後面的是做那個policy的那個機率 須做expectation 好 算是一個回顧啦 那再來他就是要把這個n-step 在都擴展到我們之前學過的東西嘛 然後就offpolicy這一塊的話 我們就之前有用那個importance sampling 那這邊importance sampling就是這邊這個low 做他的那個importance spec 那個weight 那這個 因為這邊的ge就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換成那個n-step的target了 所以其實就這樣子帶進來就ok了 那只是說這邊他又把importance sampling的一些概念去強調出來 就是說如果今天n-step好了 那我們這個importance的weight他會是那個機率的連成嘛 機率的比值的連成 那其實裡面很有可能會出現一些極端的case 就是說像是我們的policy pie他認為我絕對不會做這個action 那他出來的機率呢就是零 那這時候你乘出來的weight就是零 那這個就是你會直接 ignore掉你 sample到的東西 那所以importanceweight他其實會 現在很多都討論到會變成variance的一個來源 就是我們最後學習過程中收集到這些return 可能你的policy會變異的很大 那很不穩定 然後就收集到一個 就是這個訓練過程就很no easy這樣 所以這邊就又提出一個要把off policy修正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他是把現在的這個n-state 他的原本的這一個這個我們的target跟原始的這個vst 那他裡面其實是特別強調說 這個他在課本裡面沒有很精確定義的是什麼 他就是總是一種你另外額外的估計 好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額外的估計 去兩邊用這個importance的weight呢 算做一個乘low再乘一個意見low加起來 那這個東西的效果就是可以用 我覺得可以用下面我寫的一些東西來看一下 他裡面課本有文字提到 這個low當他是0的時候 其實就會我們等於一個nor掉 就是這一次的update 那可以看到這個式子我把它寫成那個td arrow的時候 就會再減掉這個原始一開始的估計 好 然後那這個我們把0帶進去 就會0減掉前面這邊就沒了 然後這邊是e減掉後面的 所以就是兩項也是0 所以你會得到就是沒有那個沒有update東西 沒有那個lKupdate 所以這就是說如果你今天impotence way算出來 就是0的時候是符合原本你的那個狀況 你會有一個node掉這個datapoint 那如果是另一個情況要generalize到onpolicy 也就是說這個impotence way等1 也就是你的policy的這個probability 跟你在學的那個behavior的probability 完全是相同的嘛 所以就onpolicy 那這個時候他會回歸到 這邊把那個數字沉進去 那這是原本的target 然後這個e因為帶進去 所以我們補進去的那一項就沒了 那他就回歸到一開始我們學的那個nstep的td 對 所以他這個就變成一個系數 可以去同時兼顧這兩個狀況 那可能就是會在想另一個狀況就是 這個low如果是無窮大的時候 就是那個behavior的probability 就是這個behavior的probability 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你後來想這個應該比較不會發生 因為我們都踩刀癢了 所以這個爆炸的情況可能應該是還好 所以這個方法應該可以work 欸有不清楚嗎 好 然後那再來他就是 如果我們把他變成是salsa expected salsa的時候 這一個剛剛他做的這個方式 他叫per reward of policy 這個方法加了這個low的 1-low跟low的相乘加起來這種 他的加 他那個加他掛上去的方法有點不太一樣 他這邊特別強調是 我們剛剛是把就是 就是會掛在這裡嘛 就是parget跟一個 跟另一種估計 那這邊就 這個r我們就沒有掛那個low上去了 那這個他強調是說 我們的那個做salsa其實你是要估那個state 我們做的那個action st做的那個at 那我們不用去考慮就是說at的這個importance 就是說這個行為之間的那個probability的一些比例這樣子 我們就是一定要update那個東西嘛 所以這個rt加1我們就不加了那個importance weight 好 這樣 這樣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那後面的才會有就是做action的那個probability的差異 你的behavior的probability 你的自己的policy的probability 所以掛在後面的地方就好 好 就是因為他只有最後一部做那個explication 好 然後對 然後在那邊是最後一部在做那個explication 因為他是explication的salsa 對 那個 他那個low 那裡面low lowt 就是後面1-lowt 是-1還-1啊 因為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太廣 這個應該是加1嘛 加1啊 對 我覺得atontation有些已經是錯了 對 好 對 好 對 好 好 然後 所以剛才我們就又把那個explication的salsa這個case 就講的還蠻多的 但你就可以再把它generalize做這種叫tree backup 那用這個方法就甚至不需要用到important sampling 那可能就可以避開掉那些bearance的問題 那這邊這個演算法就是可以看到他這個描述 他是用leaf notes 就是我們把它就看成一棵樹 然後這些點就是黑色的actions 就是那些leaf notes 然後我們用這些leaf notes來去update 我們那時候對stat的那個value的估計 那但是有一個小小的重點就是 我們這個實際上採取的actions 實際不會用來做估計 也就是我們這個實際上做那個走一次episode 我們真正採取的就是中間這一條嘛 那其實這一條他並不會直接拿來當作估計的部分 而是會成為一個係數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 不好意思 然後這個他如果只有在one step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這樣子 那就會跟one step的那個expected salsa 會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的這個式子 先看一步的話 他會是長這樣子 就是rti加上後面是一個expectation 那這個東西 你可以稍微把它用下面這個delta帶進去 那他delta就是td arrow嘛 然後tdl那就是expectation帶進來之後 減掉一開始的那個估計的時候 這個tdl帶進去 那這個就可以寫成tdl加上這一項 加上就是這一下加上這一個 嗯等一下 tdl tdl加上這一項就算是前面這一坨嘛 那前面這一坨就是上面這個 對 好 所以這裡是一個salsa的generalization 然後再來就我們把他再講到understep 那understep就是這個 他有特別強調這一個 就是說我們實際上採取的那個action ad加1 這個大a其實是不會拿進來做那個target 那所以這邊他的那個expectation 並沒有包含我們的那個實際上做的動作 那後面這一坨 哦 然後他這一個 我們實際上採取這個action的weight 就這一個機率值 他會變成後面那個recursive form的那一個weight 所以可能可以 我這邊有寫一個這個 就是我們這邊這個機率 就是sg加1的時候採取a的機率 但是這邊的時候我們看這個expectation 我們要把全面那個已經採取ad加1帶進來 好像一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這樣 嗯 可以這樣講 嗯 就是機率的連乘 好 然後先乘以這一個我們實際有做的那個部分 再去對後續這邊可能的動作算expectation 那所以在下面第三層的時候 就會先連乘前面兩個我們做過的那個動作 然後再去乘以第三層的expectation 再算第三層的expectation這樣子 謝謝 對不對 在這邊 連乘是因為角色是獨立事件的 我想應該是 所以說如果萬一現實不是獨立事件 是不是就會影響到他的 就是跟剛才講準確路還是什麼 就假設你前一個決策 會想到後面決策 對 那那價值用這種方法是不是會有一些可能會 應該會啦 喔 他這床應該是可以去連乘 應該是還要啦 因為其實前面是跟後面是有相關的 但是他因為他是機率的連乘 所以前面有機率 可能上後面有機率 這是MVP嗎 嗯 這是MVP嗎 嗯 MVP 他已經假設說就是 農程度是獨立的 喔 是嗎 我不知道 就是這是MVP嗎 嗯 對對 都一定是MVP 要把它先按定嗎 先按 喔 我知道 嗯 可能有那個 你剛才跟假設在想 對 可能要那個商圈才可以推這一切的東西 所以 所以這個 這一部分他就要把我們剛剛講那個機率先乘上去 那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東西就是推廣出來 推到開來 那這一項可以用 嗯 看一下 這一項應該是可以用 用這邊 就是這個是delta加qt-1這裡 所以這邊就也可以一個TdL加上一開始的這一個q字的部分 然後後面因為這邊的這個sumension是有全部的action 所以我們會要扣掉一個 就是 s7加1的那一塊 就是 不好意思想說 應該是說扣掉這個at加1的這一部分 然後所以這邊就會有at加1 然後q乘以s7加1它的q字 好 那 這個後面就是上面這一項 然後這邊我們就可以把那個py給提出來 你就會看到這邊就又形成一個recursive的form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就是 我這邊有稍微寫一下 這邊這個他會等於下面這一坨 就是一樣是td arrow 然後再加上這個採取at加2時候的這個機率 然後再乘上這個recursive的form 所以就會看到這個td的向右出來了 那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可以一直無窮的展開 展開成就是我們可以看這邊就會是繼續去乘上那個discount factor 然後能連續乘上 然後你之前真正採集過的這些action它的機率 然後再乘上那一個10點的td arrow 然後這樣子一直連乘連加下去 那就可以把它收集成這樣這樣子 就是這個gamma連乘乘以這個你連那個py 採取action的部分的機率 然後再乘上那個td的error OK 這樣到後文集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就避免了那個連乘為0 因為他選的是他成的是你選擇的那一個 那機率通常更大1 你會被選到就是機率不會是0 一定是ammax 一定是最大的那一個 他好像沒有 沒有他這個是sasa 他沒有一定是 一定是ammax 但是基本上你會被選到 應該表示機率不會是0 你機率是0你就不會被選到 可是如果是sasa 規定不是亂選 他我看他這個是 他有他這邊並沒有說一定是要up max 他這邊是他用sasa的話就是 反正你一個action 你都是有依照他的機率去sampling 取最大的那一個 沒有取最大的 就是你的機率多少 就是你一個可能機率80% 一個機率20% 你sample的時候 你10次還是有2次會sample到這邊 他還是只是依照那個distribution去做sample 是這樣子嗎 他這邊並沒有說一定要up max 所以一定要選取機率最大的那一個 想說如果要避免連成為0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就這樣 因為他每次選的可能就是最好的 所以就比較大的那一個 所以這樣連成下去就比較不容易變成 連成像那一這樣基本上就不會被我gave 就算其他人 那前面他是做講座 他他是有採樣的時候回 他好像沒有演算法 他確實是用那個 Axion3D先採樣 所以我蠻好奇他Axion3D採樣的時候 他這邊這個主要變成什麼 他哪裡有Axion3D 我再講他這一句這個意思 OK Price be learned then ensure that oh ok Axion3D 因為他是不是每一個就是 其實Axion3D跟 對啦就是 跟沒有Axion3D是 就是有個部分是亂缺 對啊對啊對啊 亂缺的 因為他剛剛的後面的 就是你前面的那個證明體裡面 其實跟Axion3D 沒有什麼是沒有關係 嗯 所以那個是他這邊 我其實也有一個compute 就是他的所謂off policy在哪邊 只是他看起來從頭到尾是用自己的 Price應該是想學的那個policy嘛 對啊 然後 嗯對這個我也不太 真的理解 然後就後來再想說 他說off policy 嗯那可能就是這邊 這邊是要先玩去採樣嘛 所以他會去採 就是做的每一次那個Axion的機率 然後那個時候的Q值 然後把他這個東西 再剪掉Q變成一個TD Aro存起來 然後存起來再採 那個下一個Axion 實際上這個Axion我猜就是 就是我猜是那個Axion3D去採的 這個Axion3D 我確認一下他 因為他這邊好像沒有很寫的好 寫的沒有很好的 所以這邊應該在採的時候用Axion3D 對 所以這邊應該在採的時候用Axion3D 可是他如果是這樣子撐起來 看式子的話好像是叫我們就 就好像沒有關到Axion3D 所以這邊應該在採個的時候用Axion3D 所以這邊有些地方用Axion4D 可以用Axion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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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Axion3D 可以用Axion4D then如果你們要來吃 可以用Axion4D 有不能用Axion4D 那種Body 可以用Axion4D 達到Axion4D 無法要Axion4D 可以用Axion4D 不得不是 Axion4D 可以用Axion4D 我要把我那個連結丟到一個聊天室給大家一下 這個文件是用什麼做的 在Google slide 好 OK 就是這邊可能大家可以想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玩一點人討論看 然後這邊下面在update的部分 其實就是要有那個連成像嘛 所以這個e就是拿來演算法之後拿來做連成的 那這個g就是會先把那個一開始的q先加上去 然後再加上這個 那個pd arrow部分 那這邊會有一個for loop 所以會可以看到這邊這個e它是連成的那個係數 就是有我們的gamma跟我們剛剛講那個pi 實際上採取這個action時候的那個pi的幾率 然後這邊做連成 然後連成以後再乘上那個pd arrow 然後把它連成都已經加起來了 那這就變成我們的target target就可以拿來算 arrow這樣子 對算法很多 那我就去稍微翻了一下那個 它這個treebackup的論文 那比如說只是撈它裡面一張圖啦 就是它的實驗結果這樣 可以看到那個這個treebackup的always 看起來比它2000年以前提的那些important sampling的各種花樣都還要好 對所以這邊它的baseline有像這個weighted的important sampling 然後one step的dd 然後這個per decision important sampling 我在想這個per decision 會不會是它現在用的這個叫做per reward 我感覺很像 對我猜一次啦 好然後important sampling 那important sampling沒有加任何trick 就是可以看到它很不穩定很會爆炸 那它這個treeback看起來就是非常穩定 然後可以做就是arrow很低很d很d很d這樣子 對然後就有兩種setting這樣子 好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你們會控behaviour跟behaviour 欸我忘記了 抱歉抱歉 應該是那個behaviour policy的那個 因為右邊的important sampling看起來不會劇烈震盪 呃我忘記了抱歉抱歉 這個是它好像就兩種action 然後就50%50% 然後每次在踩的時候那個是隨機取action的那一種behaviour 對它右邊不忘記了 對 要不要查一下我看一下 其中一個年成的爆炸 因為它其中一個那個pos 在選另外pos 因為如果兩個參與它取一個分子的分子 它如果如果上面就是零 它整個算是零 它如果上面很大 它整個會變很大 為什麼 它會有變化那麼矩 然後而且它就只有在下 151檔那時候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像中間有一個 可能一個是5050一個 差一點非常大 8020 然後就再 然後加上手機花了多時間再收回去 嗯 就上 上 上 這邊是一個 uniform的5050 阿Difense是8020這樣 所以很右邊它會比較傾向 你可以一直採取某一個動作 所以它其實 就是說 我意思說在這裡面的Pi 其實跟F1桂比是沒有關係的 我覺得 應該是這樣 因為它的野善法來說 如果是Pi必認的時候 才是確認它是F1桂比 其實它並不一定需要F1桂比 對 應該採樣的時候 應該採樣的時候 -在之前你們T Loop in的時候 Behaviour是Pi was on Twitter嗎? 然後我們學的其實是Treaty 是不是 就是 因為它現在Sasa跟Q-learning其實不太很一樣 Q-learning其實它是一個max 你要去挑那一個max 有沒有 你要選那個action 你只要選那個 就是在下一個state 有沒有 在下一個state的時候 它有很多action可以選的時候 你要選max max嘛 我們學的pike是grade 還是use and with 還是說其實behabing isuse and with 你說Q-learning嗎 Q-learning是epson greedy 學的pike還是behavior的pike behavior的me還是pike 說什麼不行 它有兩個嗎 Q-learning只有pike 我覺得學是學breed 那是采是epson 然後采 喔對對對 學是學 沒錯沒錯沒錯 對對對 你講的對 一個是target 一個是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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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對 一個是target 一個是behavior 就是用關鍵去學這樣 對 behavior 是aption greedy 但是target 是 greedy 中文的嘛 target 是 greedy target 是 greedy target 是 greedy 對 畢視啊 畢視啊 不是在英文寫的時候 那Sasa就是兩個都aption greedy 就是他 那時候他後面采的那個action 就是當時epson greedy 采的那個action 大概就兩個是一致啦 對 就是他要學就是他要用 所以最後學出來 你會想成一種最佳的epson greedy 的策略 但是就多學那個epson 進來然後你可能就會比較 就是比較不會做那種risky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自己可能會報充 保留一點rendancy這樣 然後所以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講過 這邊就是Satan就是想要把這些東西全部 generalize 在一起 所以他這個應該是17年才集出來的論文吧 就是Qsigma 他把前面這三種東西就用一個sigma去控制他 那就可以generalize 就是說我什麼時候是用像Sasa就是Sumple 那什麼時候是用ExpectedSasa這樣子 那就可以有時候就是沒有 就是有時候就是直接拆下來嘛 最後展開一個tree這樣子 所以他就用這邊看一下 這邊他就是我們會先從那個unstep return 就是Sasaunstep return先帶進來的 那這個unstep的return呢 可以看到這個是一開始的qs 然後後面就累加這個discount的 然後有這個我們踩到reward 然後跟這個t加一起的那個qs 然後在這邊就是td的arrow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式子怎麼來的 就是剛剛有前面有說那個td arrow 其實可以想成是一個 就是他的unstep的arrow 可以想成是每一個step arrow的連夾這樣子 那這個arrow你就這邊這兩個式子 把這個q搬到右邊來 那就變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上面這邊這一坨東西 然後就是這邊把那個sigma再展開 就可以看到比較清晰的那個td的form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從這邊開始以後 他在這個td的form上面呢 做了一個sigma進去 那這個sigma就是有這個 如果你直接採樣的那一個q 所以是sigma直接乘上去 那1-sigma去乘上就是expectation的部分 這個q bar就是expected salsa用的這個q 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這個 這邊這邊就被換掉 那這個td的form 這個這裡就被換掉了 好 所以那我們就之後把td的arrow 換成這個form 就會是這個qsigma 好 所以這個qsigma如果是一個step 然後他其實就是一般的 可以看到這上面這個式子 好 他這個sigma應該都已經 都已經變成剛剛這邊define的部分 好 然後所以如果你是一步的時候 他會是剛剛define的那個sigma 加上一開始的那個q 就是這個return的部分 所以他再推到第二步 那推到第二步的時候 他就是我們要去把treeback 就是這個expectation的部分 跟這個salsa就是直接採樣的部分 兩邊的這個 兩邊的turn再加上去 所以這邊他會先要 假設你要做那個expectation 也就是treebackup這一塊 他要先剪掉那個 然後實際上你去走過的那一段嘛 就是剛剛有講到那個 實際上我們採取action 是不會拿來做expectation的 所以會把前面的這裡面 這一坨裡面的 這裡面的實際上採取的那個action 先拿掉 然後拿掉以後呢 再加上實際上採取action的機率 再乘上recursive後面的 這個expectation的form這樣子 這邊可以嗎? 有點複雜 好 然後所以那有treebackup 那另一面就是我們採樣那個salsa的部分 這邊我剛好覺得要跳得很快 如果你只看這邊的話 你就知道說如果今天這個sigma是1的時候 那後面這一項expectation你就不用了 那如果你是下1的時候 你就等於 不好意思 下0的時候 那你就等於你直接採樣的這個Q值 你就不用了 你就變成全部用expectation 所以就在這兩個地方做treeoff這樣子 好 那從1再推廣到2 就是要再加上這兩個部分 那如果是salsa就是一樣要 他這個就是剪掉這一坨 就是這一坨 Gamma層上就是自己之前採過那一次 因為他要把它換成就是reward進來嘛 因為我們nstep的salsa就是 會再多哪一個step的reward進來 對 然後後面才再加那個recursive的這個form 對 這邊可以嗎 對 這邊可以嗎 好 所以那這些式子就全部把它整理起來以後 你就會拿到下面這一個連成連加的式子 那就是會去連成這個 你是要採取espectation的部分呢 那你就要連成這個你實際上採取action的機率 那如果你是要採取那個 就是實際上採參考的部分 那你就就是會把reward直接就加進來這樣子 沒有 應該就只要乘以Gamma就好了這樣子 就是這個Gamma 好 那如果你要把它在推廣成off policy的時候 你就要再乘上一個importance weight 那這個是就看你那個step做 也是要做那個importance weight的連成 那這個連成就有關你那個 你想就是採那個expectation的部分 還是要採那個直接 當時做那個action的部分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你就挖sigma-k 然後你以前是一個k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 所以這邊就是那個off policy的enscape-salsa 然後這邊就是treeback treebackup這樣子 然後所以你把這個importance weight連成 沉起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那個演算法的地方就是 我就掛在update的時候的這邊 這樣子 好 那我再帶一下這個算法 欸 剛這段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所以這邊一樣前面是說採樣 你會採就是用behavior policy採到一些action 然後你會把這個地方覺得最treeky 就是說這個sigma到底是誰去訂的 好像沒有講得很清楚 可能要查配合 就是說這是我們自己可以訂呢 還是可以用個估計呢 還是 還是說它是environment給的 都不是很確定的 所以我們可以 但我們會 看起來算法裡面會拿到那個sigma 好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把那個 當時的q啊 存下來 把當時的那個pd arrow 存下來 那這些pd arrow就是會 這時候把sigma要考慮進去 你要expectation的部分 還是你要實際上sample到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一樣我們剛剛有連成那個pi 然後這邊如果你off policy 就要連成那個low 好 那這邊剛剛 就因為要做那個連成嘛 所以除了那個e以外 現在還有這個low 也會initialize進來 就這邊這個for loop裡面會拿來做連成 那這個連成起來的像 就會乘上我們那時候採到的那個pd的turn 那就再做連加起來 變成我們的return 那這個return就可以拿來算 要update的error 然後乘上這個importance的位置 ok 所以算法就大概是這樣子 最後就 我是有附上一個那個小小那個recursing 縫前面的推广 就是這個數字啊 這個數字啊 如果大家想要看怎麼推的 可以看最後還有pand this 所以今天就這樣子 這張就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講那個sigma 那其實有一篇去年 那去年理論 其實我們有什麼 去年理論的 去年理論的 他也沒有 針對這一個方法 一整片pd在討論 要他繼續鑽研研的 可以看那個 他那個pd叫 那個pd叫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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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就是是一個switch的一個 一個是那一個一個是這邊 那中間的也是可以這樣 他都沒有說 他就只說我加了這一個算數 書裡面那個圖的最後 他只是用0跟1來代表兩個不同 就是兩種情況之間 他這個其實是並不是真正這樣子 然後0,1,0,1這樣算 不是 大部分情況下就是 對對對 就是介於這兩個之間 那Sigma取0跟1只是兩個的極端狀況 對,我覺得應該可以 他書裡面有一句是講 Sigma就是0到1之間的任何數 他有講 但是對阿就是跟Jetton強一樣 呃 我都沒有補到 抱歉抱歉 一起按哪邊 有 有有 欸 OK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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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耶 我肉派的不好意思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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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小節他比 我會建議 直接看那一篇論 我會講的比較多 嗯 嗯 我覺得他這個有打星號的這幾個地方 好像都是新家的內容吧 然後 我 我覺得這個DRIV本 看起來不是很 不是很好躍 對 對 還有19喔 問題嘛 今天的數據比較多 很多 然後 然後 都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 所以 理論上 對啊 因為他有一個 Arrow Reduction的一個 這會不會跟那個 Input的 Sampling Rate 就是 假設 同樣一秒鐘 你可以取樣44跟164 那44的這個 我用N等於 164這個 用N等於4 那這樣子 是不是兩個比起來 是用N等於4 等等 我不知道 他可能跟這個 跟Sampling Rate 對啊 因為 你要用他的精神是 原本One Step 是每一步 你就要去 把那個 Bed Up 回來 那 那Mind Rate 是他跑了好幾步 如果 如果Sampling Rate 太慢的話 你取很多步的話 其實 未必是 未必會有用 因為 就是說 Sampling Rate Sample的點 如果 取得太瘦 就是 彼此之間 沒有太大的相關性的話 那 你用N-Sale去做 未必是 他的 他的目的 並不是要解決 你講這個問題 我只在想說 實際上 他應用的時候 會有一個 你進來的Data 他是 你的生活的快慢 然後 會影響你要血量多少的問題 就是 如果說 其實你這樣講 剛好是等於 他這個講的一個Trail 這樣 就是說 其實他是 假設是在 同樣的Sampling的狀況下 你TD 對 就是 同樣 那麼多的Sample 你TDN的Arrow 會比較小 他這個 對 最像 如果你TD 這個N 如果放到很大 到完 他就是Monte Carlo Monte Carlo 不太可能 譬如說 Self-Driving Car 你要等到出車禍才知道 那個也 不行 所以他就是 所以 所以他是說 他當然是說 你最好多走幾步 你當然 愣到比較不會像說 走一步馬上就去 那個就會 可能你的調整會比較大一點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對對對 他 他 所以 N-State有點像 N-State 比較 Robust 就是 我覺得 Mini Batch 我覺得是比較像是 Mini Batch 對 那實際上 這幾步 變到是比較接近真實 對 那你1state 其實每一個都 其實都是在轉位 然後他就走 所以1state 很容易被突爆 你現在把他吃他再說 這樣的話 怎麼會有真 對 所以如果要做自動駕駛 1state 就很危險 很容易 對 他自動駕他反而說 Monte Carlo 反而 因為你要等到撞到 才反應 就是他認為這樣子是比較 不那麼好的 這樣 就是 他其實一般自動駕駛 應該他會 含幾種不同的Model 所以我在想說 怎麼選擇 從N-E到Monte Carlo 所以那個N要有什麼 對對對 就是N是怎麼 那個 那個數據也就是實驗 可是實際上在用的時候 那個很難選 就是有玩過的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就是實驗 我剛剛問問你 這N是實驗 算L出來 還是一個 比較一個 有線 因為他 我後來再看一些 就是 Deep Q Learning的 或者是 就是 DQM的類似 他們其實沒有在 他們其實反而有更其他更複雜的 的 的 Hybrid 在弄這樣子 就是 我這邊看到的是 他其實都是只有用TD0而已 然後再開始再講說 你的 那個Working Permit 你要怎麼去弄它 或者是 你要怎麼 就是 你怎麼去 store一些東西 讓它必是 變成是 Independent 或者加上 Policy Gradient進去以後 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 那其實在搞 那一塊東西很多可以搞 其實滿了沒有在搞說 N等於0到N等於 N等於 N等於多少 那樣子 想要 知道為什麼 對 是 因為你要看你 什麼狀況 你要 那兩關講 要看 取出你的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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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比如說要做 壁仗 那 你的這個 決測深度 會影響到 比如說你現在測速是 100公里 跟測速是50公里 你的決測深度其實是要飛的 就是說 測速越快的話 你覺得 你同樣的Simpling Rate 你的N可能太大 因為你速度不太快 你可能 一速度超過 300公里的時候 然後 速度比較 慢的時候 你覺得深度 可以高 我不知道 這是怎麼 你那種 你那種 real time case 你居然說 不能只靠一個方法 叫它轉變變下去 沒有 我是想說 如果是車速比較不高 因為你Simpling Rate 根本不夠 就像 上次的貼人 他基本上就是用 速度來增淋方法 然後 他那個 無人機 就是駕駛 騎著腳踏車去拍取樣子 然後去定義這個level 這距離點 所以錄下來一片 一個frame 快撞到了 跟距離的一段距離 他就定義從level 0到1之間 那他其實是這樣做的 其實這個比較沒有什麼技術 其實這個功能 他也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這是分數的 那同樣 剛剛那個例子 用RL 他Cover 就比較實規 因為他不算是算 那你速度來增淋 就是 他只要學好 他就是 一叫這種case 就是分類 他就純粹就是分類 可是今天如果說是 要無人機 在天空自己 非 穩定 那用出來的你 就很難的 因為天空是沒有boundary 不像平面上 他環境的 因為他用了很多 車子的dentafet來訓練 所以他那一個 研究他的前提搶 基本就是 無人機都是在路上 因為他是用車子的資料來訓練 所以他沿著路上走 都不會有問題 今天他改換到升級 他就死定了 你的升級沒有 因為車子不會 他沒有用那個升級的data 所以炫過 沒有那邊的資料 他就不知道 有陌生的 他拿像這種RL 他就可以學習 這時候就 類似像RL 或者其他的 RL的話 你們要模擬一個 像樹齡這樣環境 給他做大的 還是做V 不用 你如果有樹齡 那就是model-based 那你model-3 那你就知道你的計算力要夠 你的計算力不夠 因為 Data 他現在一個比較 可能算是一個問題 他就是 computation的量也是很大 所以你要做real size 其實是會比較吃力的 所以在 所以在 Empathy System 所以在 這個 Empathy System 你的化學 你可以在 假設車速很快 這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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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也算是 尤其後面講的 都是比較新的 東西 那 你如果說是跟Deep Learning 結合 可能要的人 付出 比如說像在座的 一些人 他們 在做research的 他去 做 準備的東西 然後再跟Deep Learning 做更快 這需要時間 這叫那個 這是 policy規定 剛剛那個月娟 講的 DQ 案發 很多還在TP 那 這些東西 接下來 一直前進 他就可能會 用到這些更複雜 這個方法 需要比較多的 catch 然後需要 比較多的吃法 然後 配置 也是 這個 對 那 那就是這部分 基本上 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 用 周圍的 LVM 所以現在 那部分 在做的 那個在 在 Mobile 或是可以這樣做 Dip Learning 那種 操作 像 像 比如說 做Biring 或是 做Hashing 或是 像 FFP 所以就成 收益的算法 那另外一種就是 從 Hawai架構 從 PowerFind 針對 那個 矩正成法 然後 甚至做 對些 網路 或是 隨著 有興趣 而 那個 它已經會二為基礎的 這樣的 尼摩摩 變化 H 這是另外一條路 那更遠就是 用量子計算 去 它量子計算 會 會 會 我覺得會更整一點 因為 因為 這動機出來會很大 所以要用那個 整個 機房 那 那 那個 那個 就是 因為它 反正就輸入壞 所以要 暴力算法 就像 現在的 密碼學 會有指數的方法 因為 你現在沒有 CPE 要算了一百成 你用 你家的電腦 一天就算 這是 這是 不一定 這是用暴力算法 天生就是換 我覺得另外一種難看法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單純就先不要講實際 但是說 譬如你走一步 做update 這很有 很基本的 那個直覺的概念 你把這個 category走完 都拿到所有的reward 做update 這也有很 很基礎的直覺 這樣子好像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再來說 你走兩步 走三步 走十步 這本來就是 奇怪 就為什麼這要選多少數字 是合理的數字 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你怎麼知道它一定有三步可以走 對 搞不好它 或者是三步到底有意義還是沒有意義 就是假如它是一個比較難的一個 那個的話 它搞不好根本就沒有三步 或者就是它可能要三萬步才有 才會走一個圈圈圈圈 就是它變成就是有一些 你到底n選多少 你在 fundamental 裡 你除了用 比較暴力 或什麼 去丟給它 去亂算以外 就看你的硬體到哪邊 n就選到哪邊 對 或者就是你沒辦法 比較難找出來一些 比如說具有學術性 或直覺上誤的是什麼 覺得很 就是很有正確的意義 這樣子 這部分如果後續有人 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再訓練給大家 我想這個應該有人在研究 這東西 就比較純數學 或是比較接近理論的實驗 就是它即使沒有辦法證明 那這n要怎麼取 它一些實驗的方法 找出了一些比較合理 有合物邏輯的 對 比如說哪個範圍之內 會保證會相對比較好 或者取一個log 或者是什麼 就是 這個後續如果有人 有這方面 有深入的 齁 理解的話 再訓練大家 那 還 我只想要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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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剛好在學滴滴 然後 他剛剛那個 麥克風 就是我們現在剛好在學滴滴 然後剛好最近那個 SATIN最新的論文 他也是在PD上面 那我們好像以前都在估命 那 誒 怎麼沒有想過去估那個variance呢 就 真的一看就 對啊 其實variance也很有用嘛 因為variance可能是代表說 喔 也許這個State 你過去 Average也很高 可是 他可能會讓你死很慘喔 他是很有那個機會的喔 那你要去那個State嗎 可能不要這樣子 對 所以說說我們 同時可以用PE去估那個variance 那我們可以maximizing reward 但是minimizing 那個variance的State 尤其是最好的 那這種 這種 他最新的論文 今天可能時間有限 就沒有辦法全講 但是 他的那個直覺 我覺得看這個還蠻 蠻 蠻容易理解說 因為我們知道 variance就是那個 x的平方期望值 減到期望值的平方嘛 所以其實你估了你的td的min以後 你可以拿來再變成variance估計來用 然後就會產生這些平方向的東西 你說x-x bar本來是一個td 現在把它變成平方 會變成就是 submission的平方 變成就是variance 這樣意思嗎 對對對 所以直覺來說 他會走一條 就是雖然reward沒有 不是最好的reward 但是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不會說 對 為了要賺錢深附險進那種感覺 對對對 你可以把theverance的考量加進去 所以那個bias的問題 你就可以解決bias bias的問題 就是你的min是負的 但是theverance很大 有可能lump是 有可能是正 像你渡波 哦 如果風險 其實也好 那就是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0 另一條路是min在負的原因 但theverance很大 那用舊的只估命的 他會有bias 因為他平常在生活的時候 常常生活到比0大 對 所以他會往 反而是平均是負的那邊走 那如果是用這個方法的話 他就不會請這樣往那個地方走 對 你可以把它在 就有機會可以硬我嗎 不要人生都是失敗 就負的這樣子 對 然後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他那個追擊的路 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他有提到用什麼方法嗎 還是 用什麼方法 他其實只先把td的顧績是 震出來而已 所以他還沒有做一些比較 就是用什麼方法 可以說